2月6日,土耳其连续发生两次7.8级地震 2月8日,来自湖北、安徽、湖南等中国十余省市的120余名蓝天救援队队员 在武汉集结,将于当晚乘机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展开跨国救援 转目标准它一定是队里的骨干,技术骨干 有个地震救援的技能培训 而且有地震救援的现场经验 日常也是经常参与各种救援行动的 队员携带的救援设备包括专业破拆、顶称工具 以及生命探测仪、热成像仪、医疗救治及卫星电话等设备 张勇介绍,抵达伊斯坦布尔后,队伍将转往阿达纳 在与相关机构对接后确定营地位置及任务区域 目前救援队已与当地华侨华人志愿者取得联系 确保救援行动的长通 我期望我们过去还不晚,希望我们过去可以救到人 因为作为救援队员就是救助生命的 然后在救助生命的同时能够帮助土耳其人民做一些事情 合肥市蓝天救援队队长苏秦 是此次持援队伍中为数不多的女性 她告诉记者,女队员抵达现场后主要承担协调 后勤保障及院前急救等工作 中国南方航空于2019年5月开通武汉直伊斯坦布尔直飞航线 目前每周一班 为保障救援人员及设备顺利通行 航空公司当日开辟多个专属直击通道办理相关手续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专门的班组去对接他们行前的一些机票名单 以及这个物品清单的这个相关工作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击柜台也专门开辟了专用柜台 保障他们快速直击快速办理好他们的手续 据悉,中国政府派遣的首支国际重型城市搜救队伍 已于8日凌晨抵达阿达纳机场 目前仍有多支中国民间救援力量 正在前往土耳其地震灾区途中